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喝酒 酉酒 凶臣恶煞 坏习惯的人 告诉你 说 阿猪 你嫁给我 我结婚以后一定改过来 然后 马互登博士告诉我们 你千万千万不要答应 因为那是不可能改过来的 他刚刚结婚他会说 很乖 很好 经过了三五年以后 生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 你的身体他都闻过了 很臭了 没有什么好闻了 然后他就碰到什么姻缘 你跟他吵架 然后就是说 你不要后悔哦 他就会拿他的坏的习惯 来威胁你 而真正能够大策大务 解决改变的不是没有 是有的 除了这个人是真的很有心的要改变 否则的话 比如说 他还没有结婚 我告诉你 男孩子 男孩子 他没结婚 你看这只女孩子在喊 很丰丰 他早上那个嘴巴都不刷呀 很丰丰 然后他在爱你的时候 他会来到你这个寝室里面 他会给你看 你不可能中间 那种病毒女孩 你先说说 他在怀疑的幸福 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种懒惰的习惯 结婚就知道了 还没有生孩子就这样子 那生孩子又大人都在睡 整天都睡 闻开着就是在那睡 反正你不必去拿一个 娱乐场所找他 你去传播找他 他一定在的 这个病毒 死没人 可怜 那些人 很可怜 你说那种懒惰的女孩子 你要叫他 所以这个美国猫登博士 他写的那篇文章 写得很好 那书那么一大本 我从头看到 他说 要调查一个女孩子 你都不要跟他讲话 你也不要打草惊慑 你静静地 去他的房间看看 就很清楚了 你也不要说 我要去检查 你的房间 冲冲不要 闷一点点打开 看一看 你就阴目了然 那些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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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整个地 都没啥啥 那些 就比较注意 如果说 那个女孩子 她平常就整理的 井然有序 那你没有话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很厉害的 邪佛 还有跟修养 跟那个心理邪 这个都很类似的 很厉害的 这种佛法 一照就很清楚了 虚伪 虚伪不起来 虚伪不起来 所以我们人的惯性 习气实在是很难 因此心理学家说 我们三岁到五岁 叫做可塑性 一个小孩子 从小那种家庭教育 你想想看 已经一个从小 一个美好的家庭教育 到二十几岁了 你想想看 他怎么可能在你结婚 一两年以内就改变 他二十几年 所奠定的这个习惯性呢 你认为可能吗 不可能 那二十几岁 所以就像树木的根一样 那根留在 哪一种个性 就是哪一种个性 没有办法 那个变大就是变大 没有 公开四个话 你跟他吵架 他反而更好 那个不足给你吃 反正他就会 接任何的理由 推脱 一起就是变大了 没错了 所以这个很厉害 佛法 因此我们学佛的人 要彻底的 要改变这个习惯 我告诉你 所以为什么生团 为什么出家的力量大 他生团呢 你不懒惰 你就是不行 这里你的飞上 会起床不行 出家他的伟大 他就是一个生团有保护 我告诉你 一个一个自己跑出去 外面修着 你说他要大成就 那自古以来 高僧大德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很少很少 等于零的 自古以来高僧大德 都是在生团里面 一直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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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有团体的力量吗 你飞起来不行 你不相信 我放这三十几个法师出去 叫他们回去家里 住两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来 你问他 每一天都找课的 几手 没有 绝对没有 因为我 就不怕手 又给他们 所以这个啊 习惯 懒惰的习气 所以这个习气 就要团队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